各位長官老師同學早安 歡迎力臨由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 與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與政治學系共同舉辦的歐宏鏈講座 我是今天的思宜 外交學系學士班的尤小潔 各位貴賓 讓我們掌聲歡迎肖副總統 謝謝 萧副总统 萧夫人 欧夫人 林会长 连院长 吴主任 现场的各位贵宾以及线上观赏同步演讲的贵宾同学大家好 对外关系学会与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与政治学系 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欧红练讲座演讲正式开始 首先让我们用掌声邀请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会长 为我们上台致辞 谢谢 萧副总统 萧夫人 欧夫人还没到 我们下副主席也是我们协会上一任的会长 林院长 还有我们今天两位主要的语谈人 胡志正 还有郑大使 还有很多的好朋友 这个冯大使是跟欧部长非常好的朋友 刘总会长 各位同学 各位协会的同仁 还有各位欧部长的老朋友 就是我不依依称呼 是不是欧夫人来的 我们请大家与掌声欢迎一下欧夫人 因为她是从林口赶过来的 我想首先我要代表我们对外关系协会 感谢大家的利益 今天有很多我们政大同学 有很多协会的同仁 还有很多欧部长的老朋友 我们一起来这里参加第二届的欧部长欧宏敬讲座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我们更高兴的是特别请到 也是我们外交部最杰出的外交官 我们专业的外交官 他也是马总统任内第一任的外交部长 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 就是规划我们那个时候的活路外交 事实上也是马总统在任内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向 那时候当然也提到外交修兵的问题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因为欧部长跟我不止一次的提到 所谓的外交修兵只有针对两岸 就是两岸的外交修兵 然后才能够创造我们的外交活路 事实上在那几年里面 我觉得我们整体的外交工作都有非常多的成果 在这里感谢很多今天来参加的我们外交部的同仁 欧部长在卸任之后 就创立了我们对外关系协会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 今天对外关系协会能够跟外交系 还有政治系 还有外交系的系友会 能够一起来举办今天的讲座 欧部长创立对外关系协会的时候 比如说2013年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去年是庆祝十周年 今年是第十一年 在过去欧部长在担任会长的期间 整体对外关系协会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贡献 对于我们整体的外交工作也好 对于我们跟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好 特别是大学还有各城市 我们现在有些工作都慢慢地继续地在落实 所以这里特别要感谢欧部长为我们所奠定的基础 欧部长在担任第二届的会长之后 就交给夏立远夏副主席 他是我们第三届第四届的会长 在欧部长担任第一届会长的时候 还有校副总统就是我们协会的荣誉主席 胡志正是我们的监事长 郑大使是我们第一届的副会长 所以他们都是我们创会以来 对于我们协会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那时候的秘书长就是黄奎博 黄教授也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那他现在还是我们的秘书长 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他也担任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把我们协会跟政大外交系 还有国际事务学院能够连结在一起 所以今天这个合作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那特别感谢就是萧副总统担任我们的主讲人 那我想等一下萧副总统胡志正还有郑大使 他们一生的这个对国家的贡献 在外交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我就不依赘述 我想由他们来跟我们直接分享他们的工业 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 也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有非常圆满的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林会长的致辞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外交系细细主任 吴重涵主任为我们上台致辞 副总统 林部长 然后在座的各位大使 还有院长 我是政大外交系细主任吴重涵 这一次非常高兴副总统能回到母校 您的母校也是母系 来给我们各位同学说说话 跟分享您过去的一些经验 我想这对于我们的系友会 还有系友与外交系的传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今天的主角是您 我就不多多做赘述 也希望您接下来一切都非常顺利 身体也健康 然后呢我们也多希望能多看到您 然后多回来我们学校 跟同学多多讲讲话 好吗 OK 谢谢 我们谢谢吴主任致辞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肖副总统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 林会长 吴主任 林院长 欧乎人 郑大使 胡大使 各位大使 各位贵宾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 本人非常荣幸能够应邀出席 我们对外关系协会所举办的第二届欧宏念讲座 第二届欧宏念讲座 这意义非常重大 今天我们大家齐聚一堂 一起来追念我们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欧宏念部长 洪内兄跟北人 本人在私交上是很深厚 他因为跟我都是外交系毕业的同学 而且他还曾经做我结婚时候的男兵相 所以可见我们是当时是来往的很明确 但是毕业以后 虽然我们都在外交部工作 不过都是过忙过的 根本也没有时间常常联络 所以一直到2000年 我卸任行政院长的时候职务 然后我忽然接到当时住西班牙的道士欧道士宏念兄来电话 邀请我去马德里 我当时也觉得没有去过西班牙 所以就跟我那人两个人一起 我们就去倡游西班牙 那一趟因为有欧道士 他非常了解西班牙的历史文化修养 他很高 所以他就跟他忽然来深入导览介绍 所以我们两位可以说是受益很深 那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 所以可见阿 所以可见阿 欧道士阿 他是一位 诚恳带人 有情有欲的好朋友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学会 好秘义的好秘书长黄教授 他希望我在近五十年的工职生涯中 大概有三十几年 都跟社外事务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些点点点滴地的经历阿 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感欣慰 也最具有情感的故事 因此我今天就以我的社外事务生涯 以经历为题 就教育各位先进 我在就首毕业的时候 就与外交特考进入了外交部 后来被派驻马来西亚 吉隆坡 担任副领事的职务六年 后来在1972年 从吉隆坡调回外交部 那个时候我体会到我们整个的 这个局势阿 可以说对我们有点不利 因此我就主张阿 我回来的时候就跟我的上司讲 我们的政策要做稍微的调整 但是我的上司阿 不同意 然后因此呢 我想想 那我就毅然离开外交部 到了经济部去开始 学习 外交部呢 当时没有亏待我 而且栽培我 所以我到现在 终身敏感 在国贸局呢 我是从头开始 很幸运的 是受到了国贸局的长官的栽培跟鼓励 自己不但可以用外交部累积的经验跟学术去发挥 后来 后来才有对美贸易谈判 后面采购团等工作 也创造至自己还算满意的成果 所以我虽然是外交部逃兵 但是 我在后来所从事的工作职务 都没有超出 涉外事务的范围 例如在马来西亚时 我推动并且交涉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 商务代表团成立 在国贸局的时候 在国贸局的时候 主持对外贸易谈判 副美采购团 还筹划 加入GATT 关税贸易总协定 在 在 经济部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先 赶快把GATT 爭取到一个观察员的地位 这也是后来我们变成 WTO会员的一个前兆 同时我们也 爭取加入 亚太经济合作会 就是APEC 我还出席了 五次的代表 领袖 还有五次的 这个部长 身份 所以 我可以说 就在那段时间 就已经 对社会外的 变成我 我的一个 专长 那么到了行政院的时候 我特别还 应 东南亚的 印尼马来西亚的人所 邀请 到他们那里 访问 商讨 我们如何 应应 亚洲金融风暴的 等事宜 所以这个也是 对方 都很重视的问题 在副总统的任期 我马总统 要我代表他 去参加 巴拉圭 新的总统 跟巴拉玛新的总统的就职 以及我去访问 中美洲的巴拉圭 中美洲的巴拉圭 背里斯等国家 所以 这可以说 是一个 相当豐富的 外交经验 那么 这样的呢 也使得 我的这个 外交生 多一点的 可以说 精力 也回复 我 在过去几年 当任 社会事务 工作的时候 我都保持 三个原则 我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诚信 第二个原则 是务实 第三个原则是 要有忍耐 有同理心 首先我们先讲 诚信 这个原则 关于诚信 我们外交部的前辈 前副部长 就曾经讲过 在他一生的 外交生涯中 最重视的是诚信 我也认为诚信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原则 因为在谈判 和交涉过程中 我自己口才 并不是很好 怎么样能够 得到对方的尊重 让别人重视 就是要靠诚信 我记得在吉隆坡认识的时候 我的工作很顺利 当时 我做了一件 关于终生满意的事情 因为当地的华裔领袖 跟师长 都希望 马来西亚的 华下的高中毕业生 能够让他来台湾留学 能够让他来台湾留学 诚诚恳恳的 匯商当时 马来西亚的 国安单位 因为他们认为我讲述的 有道理 因此在内国中 经过多次的 这个研究分析 考虑 顺利通过 所以呢 就这样 开启了马来西亚的侨生 到台湾留学的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出路 那么 解析了 马国的青年 失业 跟物质企图的这个问题 后来 侨界啊 就传闻 他说 马政府啊 所以 同意 让这个 华裔领 学校生 赴台留学啊 这就是因为相信 我肖岸堂 是一个可 有诚信的人 因此这一点啊 我非常的 也非常高兴 也可以说很重视 再谈第二个原则 物实 在外交系的时候啊 我读到啊 外交是内政的原厂 这句话 这也是后来 我做事啊 常常记的 那也就是 内政呢 要有实力 才有强大的外交 所以要用务实的原则 来处理外交问题 我们 就是 我们要增的话 增国家最大的利益 要弊的话 要 弊最小的 弊石 那么 每次啊 我 都能够順利的来 处理事务啊 这种史 没有邦交的 美欧日等 都争取到 对国家 很多的利益 比如说 1978年 12月15号 美国总统卡特 宣布对我断交 当时我已经奉命了 去美国 做一个贸易之商 我心里知道 未来啊 不可能再互交 因此啊 我们就 努力啊 争取 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 就是 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那么断交四十多年来 我们看到了 我国消美的产品 因为享受了最惠国的待遇 所以啊 年年都有成长 而这样呢 另外在 可以呢 说对 美贸易谈判时 我们所追求的 是一个务实的策略 另外呢 我们建议在国家 汉泽不两立的政策 所以我们建议 转口跟三角贸易啊 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我们就承报政府 采取弹性出口产品政策 使得总体国家经济的实力提升 同时 我们也了解外交的重要性 所以在新的国际组织 如WTO APEC 这个我们就特别积极的 来加入 并且弹性作为 最后才能变成 这些组织的肺炎国 这就是务实的策略 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原则 是要忍耐 有同理心 在对外谈判之上过程中 我们往往不如意 有受尽 委屈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 当年 对美交涉的时候 明明知道 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 所以呢 美国人 因为受到他的N9的 大商人的压力 亏正起不可 我没说 我就立抗 这个压力 但是最后他拿出 特别301啊 来惩罚 所以我们也就只好 每一接收 不过我加注了很多的限制条件 换句话说 我给你面子 但我的理智 还是要我争取的 另外呢 美国 火鸡肉要进口 这时候我们的 我们的农民 当然非常敏感 大力反 反对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 我 一再的跟美方讲 这个我们 现在是不行 但是呢 美方呢 还是坚持 后来呢 也就在 美方 坚持下呢 农民呢 就开始抗争 第一次啊 解研以后的 对外示威啊 就是这个事件 那么他们呢 到了AIT 当然我们的警方 希望AIT 不要 不要出事 所以所有的这个六千多人都赶到 国贸集来 我们还住了那个 N9公卖集的当时的南球场来安置他们 结果我 他们代表来跟我讲 我解释了 他们还是不满意 说好这样好了 你去跟他们大众啊 讲话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带回中南部 那我就 我就去了 他去了 那当时呢 我讲的 很多正不好复警察啊 就要跟着我 进去保护我 我说你不要进来 进来 反而 树立这个敌意啊 我说你 你们在外边就好 那我就进去跟他们讲 那我就进去跟他们讲 讲啦 先开口的时候 就有人叫说 听不懂啊 说大声而已啦 好啦 那我只好用台语 那台语一讲 那他们说 你又过 也是过力去争取啦 这不是你的过啦 那我想大概可以啦 那我想大概可以啦 我爬被那个 他们的领队叫我 赶快走 赶快走 所以我就 谢谢他们就走 等一下我走的时候 就有人在群众里头 就喊说 他没有答应啊 鸡蛋就丢来 这个鸡蛋一丢啊 我就开始有同理心 我认为他们这些农民啊 实在是 他们很慌啊 如果真的在美国的鸡肉啊 夹这些鸡杂 通通进来的话 那我们的鸡肉啊 他就是真的是抵不住啊 所以我只有笑笑的 面对记者讲 这个是让美方知道 我们 我不是苦肉鸡 我知道笑 这我们的 真正的压力在哪里 这个美方那边呢 在Washington Post 第二天还把我那个照片 被鸡蛋撒的照片也登出来 这时候美国的蚂蚁代表署啊 看到鸡肉说 好好好 那就跟我讲说 来重新再打 再来谈 我一谈 一谈呢 我就说我需要 一年到两年的缓冲期 你不要做 我自己 我内部这个产业也要做调整 来提升我竞争力 另外呢 就是所有鸡杂都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因为 你们美国人不吃鸡杂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鸡啊 那所以呢 你就倒到我们这儿来 这个不行 最后他也就同意照我这样 所以把这个问题就化解掉 那这些呢 都是我三十多年来 涉外失误的 一些体验跟心得 我来救教于各位先进 再度的先进啊 在社会事务上更有详组 也可以提出来 来供我们大家学习 所以我再度的 谢谢各位的参与 并且祝大家平安健康 圆满如意 谢谢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肖副总统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语谈时间 这次呢我们邀请到 前外交部次长郑文华大使 以及前国安会秘书长 胡维珍大使来为我们带来分享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监谨副总统 剩佯仁 entsigne 欧部长夫人 AD 夏 Ü CG & 吴 谷前前 会上 还有我们的总统 국민长 吳主任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詹董市長 吳之鎮 還有我們對外關係協會的各位旅監事 還有各位會員 各位貴賓 還有在座的各位大使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大家好 今天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大家在歐宏鏈講座 聆聽我們這個社會的民喻理事會 民喻會長蕭護總統 把他這個重要的 涉外事務的這個經歷呢 跟經驗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我這個聽到了以後真是獲益良多 他講的這個三大原則 這個誠信 務實 還有忍耐跟同理心 我想這個呢 可以說他真正的這個寶貴經驗 我們讀了很多關於談判的書 理論跟技巧很多 實際談判不是那樣子 最重要還是你的人格特質 受到對方的信任 我記得我做科研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國際知名的這個外交家 我跟他顧維金大使 回到台北 他有一個演講 我記得一句話 他說他在英國 駐捷英國的時候 他跟這個總理 私交好到一個程度 彼此的負信 百分之一百 所以 英國內閣 要改組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要改組 但是要動哪幾個部長 可能哪幾個要上去 他說 現任的部長還不知道 他已經知道了一部分 因為總理是他的好朋友 完全信任他 所以他說 當外交官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就是要取得人家的一個信任 這個呢 順便給這個 我們這個副總統跟在座的各位報告 那麼我覺得呢 夏副總統他常常說 他是很平凡的人 平凡的一生 實際上呢 他是一直非常傳奇的 這個勵志的故事 他出生在嘉義的農家 憑著自己的混發努力 在這個是長達五十年的工資生涯當中 對我國的經濟發展 可以說做了非常多的貢獻 他剛才已經講了 從外交部 決心到這個經濟部 後來先後擔任國貿局 副局長 局長 經濟部 經建會 陸委會 等等部會的首長 再經過民意的洗禮 擔任立法委員 然後呢 又成為行政院長 那把2008年呢 跟馬英九先生搭檔 他當選 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十二屆的 十二屆的副總統 這個在我們中國的這個 中華民國的文官史上 我認為是史無前例 只有無僅有的第一個 而且這一點呢 可以說我剛才講的 是一個傳奇的勵志的故事 尤其對我們的年輕朋友來說 那麼 大家都瞭解 過去數十年 我國是世界很重要的 新興的貿易國家 其中尤其對美的這個貿易呢 更是我國的這個最重要的命脈 那麼1978年 這個12月15號 到美國跟中共建交 當時擔任國貿局副局長 蕭先生 臨危受命 到美國 進行了十天的 非常艱困的談判 最後終於 美方給予我國 永久 最惠國的待遇 這個 對於當年 我們 對美的這個出口 是大大的這個有利 那麼1978年 我們對美國出口是多少呢 50億美金 短短10年不到 到1987年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呢 達160億美金以上 成為美國第四大的貿易夥伴 而我們的順差更高達 這個 240億美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貿易額 那順差呢 是160億美金 這是很大的一個 貿易的這個是不平衡 那麼 可以說 成為 美國第二大的貿易的入超國 僅次於日本 這是我們 當年 對外貿易最輝煌的時代 作為對外的工作人員 我們當時是非常高興 非常驕傲 那麼 美國為了解決對我們這種 不斷擴大的這種貿易失衡呢 他就經由各種的談判 要求我國改善 施加壓力 比方說 第一個 取消 1989年取消對我們的優惠關稅待遇 那麼 其次呢 要我們降低關稅 第三呢 要求我們降低非關稅的壁壘 還有開放市場 剛才副總統講的火雞啦 還有這個是啤酒等等等等 那麼 也要我們談判呢 要求這個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 自己設限 這個是 都是非常大的壓力 那麼 更進一步的呢 他要求我們的新台幣要升值 這個更厲害 那麼另外呢 他 剛才副總統講的 寄出一連串的301條款 要求我們進行這個IPO 這個IPO就是智慧財產權的一個談判 面對美方這種沉重的壓力 蕭先生對於相關的經貿的這個議題 他先做深入的研究 他先做深入的研究 和周密的準備 然後可以說 忍辱負重 以誠懇務實的態度 和美方不斷的溝通 有受距離力爭 那麼他這種談判的風格呢 深受對方的尊敬跟信賴 也因為這樣呢 談判的結果 所得的結果 常常比原先我們所預期的要好得多 這個是實在令人敬佩 那麼除了在對美談判的這個成功之外呢 他在不同的崗位上 所採行的幾個重要的這個作為呢 更對我國的經貿發展 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第一 他密集和政府各部門的長官 和企業界的領袖溝通 最後籌組了赴美這個採購團 My America Mission 那麼以彰顯我國有降低 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的一個誠意 所到之處呢 可以說受到美國聯邦政府 以及相關的各州朝野各方的肯定跟感謝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大大的增加我國的在美國的這個地位 其次 他更積極的促成我國政府 以立法來保護智慧財產權 終於獲得美方最後把我們從這個特別 301觀察名單中除名 也因為這樣使得外國的廠商呢 對我們更加的這個信任 因此呢 不斷的增加對台灣的投資 這點非常重要 也因此連帶的呢 帶動了我國產業的轉型跟國際化 現在回想起來 也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跟進步 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其實他為了進一步 推動我國的經濟的經貿的國際化 他在國貿局任內卸任之前 他就為了我們重新回到GATT 就是貨幣關稅這個總決定 他預作這個準備 他在局裡面成立了GATT的專案小組 在底下設了關稅 灰關稅、農業、智慧財產權、投資、服務 以及中國業務等等七個工作組 積極的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跟準備 他並且邀請很多學者專家來擔任顧問 我想當時大家記得 蔡英文總統當年也是以學者身份 擔任這個顧問 那麼由於這些努力 我們終於出成在1990年 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的這個名稱 這個是申請重新回到GATT 那麼1992年先被同意成為觀察員 那麼就奠定了我國後來 在2002年成功成為這個世貿組織 WTO的這個會員國 也是我國可以在日內瓦設立常駐的代表團 積極的參與關於農業、漁業、建築商務、智慧財產權、市場進入、服務業、貿易便捷化等等議題的談判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運用WTO這個機制 多邊的機制 爭端解決機制 來捍衛我國的產業的利益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那由於他在國內外的聲望、經驗跟廣闊的人脈 剛才他說他五度代表我國元首參加APEC的領袖會議 那麼個人當時在美國擔任副代表 曾經1993年美國是東道主 那我三次擔任資深官員 另外一位當然是我們國貿局的方彥超局長和林毅副局長 那麼我也有幸陪同我們副總統去Black Island去參加第一次的領袖會議 他在裡面開會 所以我們在外面帳篷聽到他們講話 當時是我記得大陸方面是江振民 我沒記錯的話 那麼講到參加這個領袖會議 在還沒有這個舉行之前 我呢有機會就跟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去談這個事情 那麼美方的這位官員 有一次我請他吃飯 在外頭吃飯 還有很多人他不能大聲的講 講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講到說我們總統沒有辦法去 那麼誰呢 是我們的領袖代表 他就輕聲地說 How about Vincent How about Vincent 我說 要看我們總統的指定 而是 從這裡可以看見 美國的官員跟朝野 對蕭布總統的一個尊敬 這是個人的這個 當時的一個經驗 蕭布先生一生 一心呢 為台灣的經貿找出路 因此他2000年卸下行政院長一次後 又第二年創立了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並透過他的好朋友 像菲律賓的羅牧市總統 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 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總理等等 促成我們這個基金會 能夠加入成為 博澳亞洲論壇的會員 這個平台呢 讓我們能夠和各國退休的元首 政府的首長 經貿企業界的領袖 能夠不斷地接觸 那麼蕭先生大概有八九次 親自去參加 好像我從網路上看 今年3月的會 大概有60國左右的代表 還有加上企業界人士 將近有2000人 所以這個機會呢 可以說是我們在APEC 這個官方的管道之外 跟各國的領袖接觸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麼蕭先生 他心心念念 就是一直是台灣的經濟的 未來的這個發展跟前途 而即使在政黨輪替 他卸下這個院長的這個職務之後 他也不必嫌 不必個人回憶 應邀在2002年 接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董事長 長達五年 把他豐富的這個經貿社外的經驗 跟廣闊的國際人脈 貢獻給我們的經貿學術的研究 這個呢 我想呢 一般人呢 這個不一定非常瞭解 他這個另外更在這個卸任副總統之後 創立兩岸企業家的峰會 打造兩岸企業領袖的交流平台 目前呢 一共有25家 5家的團體會員 跟126家的個別企業的會員 這也受到兩岸企業界高度的重視 我今天呢 為什麼補充這些呢 因為這個小副總統他剛才呢 整個很簡略的參了幾樣 我這些報告呢 就等於他剛才的這個經驗 跟生涯的做一點補充的Footnote 那麼還有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我最欽佩他的 是他所考慮的 是整體國家的一個利益 而不是個人或者黨派的利益 2000年政黨輪替的時候 剛好我跟幾位資深使者 回到台北開會 正要回任的時候 他辦公室打電話說 院長啊請你們多留一天 要去跟你們吃個飯 那我們幾個資深的同仁呢 就留下來 但是進去吃飯之前呢 我們幾個商量好了 這是我們國家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全新的政府 所以呢 我們覺得我們作為這個 資深的這個駐外同仁呢 應該都提出實質 讓新的總統新的政府 可以任命新的這些使節 小副總統說 你們幾位從個人的角度出發 你們這樣做很對很應該 他說我也很欽佩 但是他說 不過我們國家的外交處境這麼艱難 在這個時候 找你們幾位通通辭職 那麼這個過渡時期 你讓新的政府 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難 我希望你們還是暫時 這個打消這個意思 回到任上 繼續這個鞏固 我們跟香港國家的邦誼 這一點證明 他心胸的開闊 是有充分的政治家的宏度 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鄭文華大使精采的分享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 有請胡維珍大使 謝謝 林會長 夏前會長 蕭副總統 蕭夫人 郭大使 這個各位 我們外交系的老朋友們 院長 教授 同學等等 我們非常高興 剛才聽到文華兄 我們這個鄭大使 把蕭副總統有關的一些貢獻 做了一些介紹 而我自己本人呢 正好是蕭副總統的學弟 鄭大外交系 我們堂堂鄭大外交系 而且呢 謝謝 而且我也是歐宏鏈 歐大使的學弟 我就記得那天呢 這個要成立對外關係協會 對了 對外關係協會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因為就想到 可能可以跟大陸方面的 外交界人士聯繫 所以不叫做外交關係協會 那時候呢 大家一起研究 歐大使就跟我說 咱們去看看蕭副總統 所以我們就到了副總統的辦公室 恭請副總統擔任我們這個 對外關係協會的名譽會長 承蒙副總統 慷慨答應 非常的謝謝 再次再次向副總統致謝 剛才副總統所講的 非常的簡略 但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他的做人做事 他的工作的方針 以及還有我真是高興 文華兄鄭大使把主要的一些貢獻 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麼我就想到我個人 所接觸到的蕭副總統 不只是我是他的學弟 而是因為過去 我在國安局擔任過副局長 那個時候正是兩岸關係 朴朔迷離的時候 政府請蕭副總統擔任陸委會主委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一年兩年當中 有多次的開會時候 我都在場聽到了 副總統對於兩岸關係的一些看法 一些做法 都是很有眼光 很有前瞻性 而且正如同剛才 鄭大使所講的 很有全面的一個思想 那麼後來呢 我到新加坡去工作 我剛才才第一次知道 原來新加坡設立代表處 副總統當年立了汗馬功勞 再次的謝謝 我在新加坡工作以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2007年 因為當時的政府 民進黨政府去中國話 去講話 我堅決反對 所以後來我就 回來就辭職不做了 退休了 退休了 那麼到了2010年 這個馬總統在2008年擔任總統 然後2010年 這個蘇啟國安會秘書長 這個他有另外的任務 所以馬總統請我在2月份 去接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職務 在2010年2月23日 我跟蘇啟 蘇啟也是我們外交系 是我第我兩年的學弟 外交系的傑出的校友 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2010年2月23號 我們兩個交接 建交的人是誰呢 又是肖副總統 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起 有許多的場合 向副總統親身的學習 其中我只提一件事 就是ECFA的談判 我在2月23號 接任秘書長之後 24號就去觸見副總統 副總統那個時候 一個心心念念一件事 就是我們跟大陸之間的 這個ECFA談判 一定要談成 而我們的這個談判隊伍 他有些掛心 他希望如何如何的加強 這是他第一次跟我長期談話當中 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緊接著呢 在3月份 就開始跟大陸之間 這個ECFA 這個實質談判 對了 ECFA是什麼意思呢 叫做兩岸經貿 這個叫什麼 兩岸經貿的架構協議 架構協議 做成了之後 就要進一步的做 在這個各方面 實質方面 還有做各種協議 但在這個架構協議當中 首先會有一些 這個初步的 這個利益 這個所謂小型的 這個初步利益 給這個雙方都要能夠有 所以這個當中的談判 就非常的要緊 到底是取什麼 什麼給什麼 這方面就是要有非常 有經驗的一些考量 肖副總統在這方面 有非常豐富的知識 和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指示 那時候我們政府 受到兩方面的壓力 一方面就是對方談判的壓力 對方談判是毫不客氣 講得更明白一點 可以說是刀刀見血 對我們的這個企業 有很大的妨礙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另外一個壓力 來自於這個反對黨 民進黨跟我們這個 許許多多的一些 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來說有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等等 大家只要看這個當年的歷史 就知道 如何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取得我們的國家利益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在對方並不很友善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做呢 就針對我們的這個 有關的我們的強項 跟我們的弱點 做了許多的調整 許多的指示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親眼 親耳聽到 蕭福總統 他真是 他這個經驗之談 他隨便的開口 他提的意見 他講話不多的 但每次講都很有內容 而且都是to the point 我作為他的學弟 我真是深以為榮 真是非常的感謝 那麼後來呢 這個 大家如果還記得 在四月份 曾經有過一次 馬英九總統跟蔡英文主席 有個辯論會 為了這個事情 這個做了相當多的準備 副總統也做了很好的 一些指導跟建議 結果這個馬總統在辯論當中 大勝 大勝 大家可能都不大記得了 但大勝之後 我們內部的開會 副總統又是給了 他不是歌功頌德的稱讚 不是這樣 他是講了非常誠懇的 非常理智的一些建議 這又是令我很敬佩 很敬佩 這是蕭副總統的人格特質 對了 我講到這裡 我想到另外一點 這個很多年前 我在紐約去看 我們當年沈昌煥部長的弟弟 叫沈昌瑞先生 昌瑞先生就告訴我 有一次他們幾位年紀比較大的人 就見到非常年輕的 萬常先生 就問了他一些問題 對他的一些過去的事情 有所疑問 這個時候 我不知道萬常先生記不記得 把鞋子脫下來 你看我的腳 這是從小在農家長大的腳 有沒有這回事 哇 我非常覺得這個 那個是昌瑞先生告訴我 他說他們非常非常的敬佩 就是剛才文華大使所講的 這個萬常先生從小 一路就是奮鬥起來 好 那麼所以這是他的特色 那麼等到六月這個六月初 五月底六月初 副總統有公示到國外去 回來以後呢 在六月三號呢 我就向副總統簡報 EKFA談判的最新的狀況 結果後來就雙方談妥了 談妥以後呢 在開會當中 副總統做了一個綜合評估 我把它記下來了 綜合評估 他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爭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我們把我們不利的 減少到最小 這就是剛才副總統在 這個講話當中提到的 然後呢 他說我方守住了哪些呢 農產品 勞工 弱勢產業 沒有包括在早收清單當中 沒有包括在早收清單當中 然後呢 我方供下了 在早收清單當中 我方供下了多少呢 140億 這個對方呢 只得到了29億 所以我方的利益 比大陸是4.5比1 這個EKFA簽主能夠成功 使得我們經濟轉股 經濟轉股 就是轉大人 我記得那個時候 副總統特別用台灣話講 什麼叫做轉大人 給大家解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就 一個成功 重要性在什麼呢 要 然後呢 下一步要 讓這一步 結果是能夠讓外商 能夠有信心來投資台灣 外商能夠有信心投資台灣 這個 然後呢 要用我方的服務業 進軍中國大陸 用我方的服務業 這是多麼有眼光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略性的 一個做法 一個想法 基本是要讓我們台灣地區 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他講到這個 就使我想到在1990年代 副總統就已經在提倡 要讓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怎麼營運中心呢 經濟的這個中心 交通的中心 金融的中心 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 但是重點就是 要 把大陸當作是我們的市場 當作是我們的福地 這是多麼重要的 為整個民族的 一個重要的 一個戰略性的思考 亞太營運中心 那麼ECFA呢 正式要 成立亞太人運中心 一個關鍵性的一步 我們踏出去了 我們踏出去了 因此呢 這個緊接著我們該怎麼辦 副總統在指示 我們要 立刻在制度上 我們要加強 在制度上 比方說在國安會底下 要加強設立有關 這個怎麼樣推動 下一步的 我方的經濟戰略的 這個基礎 怎麼去做的 一個機構 一個單位 然後呢 我們在國內的產業 產業的佈局 要怎麼樣的改善 我們的國際的連軌 要怎麼樣的規劃 我們的國家的人才 要怎麼培育 小先生全講了 你看這是多麼有前瞻眼光的 一些做法 我非常感動 而且非常受益 所以我都把它寫下來 今天我才能跟大家報告 也許小先生自己都 他都沒有 也許他都沒有 沒有把它詳詳細細的講 但是我當時聽到了 我很感動 我很感動 我實在是很敬佩 我這位外交系的學長 我這位學長 所以呢 要落實ECFA 那麼現在的狀況 我不必講 大家都曉得 我不必多講 ECFA什麼時候呢 簽訂呢 6月29號 在重慶簽訂 為什麼在重慶簽訂 也都有相當的原因 那個時候的 這個江炳坤 這個海集會的董事長 也跟大家 那個時候解釋得非常清楚 所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就這樣簽成了 然後呢 兩岸之間簽訂了 一共是23項協議 23項協議 那個時候的狀況 是我所知道的 美國歐巴馬政府 來信 這個 而且派人來 向馬英九總統說 感謝你們的兩岸政策 使得台海如此的和平 因此 這適合我們美國的最高利益 他講了不止一次 而且不止一個場合 日本 就因為這個協定 我們的紀太兄在場 就跟我們開始談判 有關漁業合作協議 後來在這個釣魚台附近 這個有關漁業協定的 這個2013年談成了 新加坡 這個 李光耀 這個執政 一看到我們EKFA 談成 立刻打電話 給馬英九總統 說我們要跟你談 這個 FTA FTA 但是因為 沒有邦交嘛 所以不能叫FTA 最後呢 叫做STEP 但不管怎樣 就要開始談判 講到這個我不敢 不僅又有一個感想 2000年 我那時候在國安會 做副秘書長 2000年 那個時候新加坡 我們住新加坡代表處 歐陽瑞雄 也是我們外交系的學長 歐陽瑞雄大使 報回來一個電報 說新加坡希望跟我們簽定FTA 這個Free Trade Agreement 但是 要 我們一定要叫做 中華台北 這個時候 他說為什麼 新加坡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還沒有開始跟大陸前 跟大陸談判 如果跟大陸開始談判的時候 就不能跟我們開始談判 趕快先跟我們開始 只要我們同意 報回來以後 那個時候剛好政黨輪替 我們也知道是什麼黨 他馬上就研究 好機會 讓新加坡成為東協各國的領頭羊 當然 要麼就是中華民國 要麼就用台灣 不要用中華台北 不要用中華台北 好了 這個一打回去 歐陽瑞雄告訴了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政府就停下來 2000年了 停下來 就開始跟大陸談FTA 所以你看 等到我們真正跟新加坡談 是什麼時候呢 2013 談成的2013 所以整整的完了13年 如果我們再早一點談成 我們可以用這個新加坡做橋頭堡 對這個整個東協各個國家 擴展我們的經貿的這個版圖 這是多麼的好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在新加坡這代表的時候 新加坡的外交部長 因為我們非常友好了 特別跟我講 欸 我告訴你 我們新加坡現在跟文來 跟智利 跟紐西蘭 我們四個國家 開始簽訂一個跨太平洋的 一個協議 你進來 做創始會員國好不好 但是一定要 Chinese Taipei 我立刻把同樣的這個訊息 報回到外交部 大家也知道 那個時候外交部是誰主政 那個時候的政府是哪一個黨 大家也都知道 結果呢 馬上回來 No No Chinese Taipei No 你看吧 Chinese Taipei No 結果這個 這四個國家 慢慢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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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成什麼呢 CPTPP 我們要不要申請加入 說了多少年 進去了沒有 CPTPP 跨太平洋戰略合作 和夥伴協議 現在是什麼個狀況 人家當初是請我們做創始會員國 所以你就是剛才 蕭副總統所講的第二項 非常重要 務實 你要為我們整個全民的利益著想 不能夠為黨派利益 不能有意識形態 一定要審時度勢 才是我們外交真正要做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今天聽到了蕭副總統講的這些 再聽到了剛才文華兄 鄭大使講的這些 我很有感觸 所以很抱歉 我講的比較坦白 但是因為在座的要麼是我的老朋友 而且我們外交系 我們不久前還一起開會多少次 對不對 我們為了慶祝外交系成立90週年 那麼在座多少人協助 把這個事情辦成的 所以我就很有感想 是我們外交系大家的兄弟姐妹 我很盼望這個我們在外交上 能夠做得更好 能夠學得更多 那麼今天有這個機會 歐宏鏈這個大使講座 這個是難得的機會 我感謝大家來 我謝謝大家來 我也盼望我們大家從剛才 副總統所提的那些內容 能夠好好的學習 那麼文華兄做的一些補充 我們能夠好好的知道 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他為什麼會成功 他為什麼會被大家尊敬 包括歐大使為什麼會被大家尊敬 都是有原因的 這值得我們去好好的深思 好好的研究 我今天講到這裡 以後有任何的事情 隨時跟我聯絡 我現在還是政大書院的生涯導師 歡迎各位同學到我的班上來 跟我隨便交換意見 任何問題都可以談 包括怎麼交女朋友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謝謝 請各位發問的時候 以議題為顯 並且盡量的簡化問題 那在發問之前 請先簡短的自我介紹 也可以請各位 多加使用桌上的麥克風 那我們再請三位講者上台 那接下來就有請各位準備發問 好 那請各位發問的時候 以議題為顯 並且簡單的自我介紹 好 那有問題的同學可以舉手 請問在座的來賓 可以詢問在座的大使 以及校副總統 機會難得 好 請同學可以使用桌上的麥克風 謝謝 喂 各位 各位校副總統 那個 各位大使大家好 我是大陸的交換生 然後今年這個學期在外交系交換 我想請問請教一下各位 就是 各位覺得就是在兩岸關係當中的 這個最核心的 最核心該把握的這個重點是什麼 想聽聽各位的這個意見 謝謝 兩岸關係啊 我不是專家 我只是很關心 而且我在退休以後啊 我在行政院 在總統府退休後 都 都常 跑大陸 所以對兩岸關係 我對這也非常關心 這裡頭有 夏主席夏大使啦 還有好幾位啊 都是真正專家 那我必須說啊 我認為根本的原則是什麼 就是教育 什麼叫教育呢 就是要讓 我們 所有人 在台灣呢 兩千三百萬人 受了教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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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認為 我們是 我們是 的確是 我們是 我們是 中華民族 我們要講我們中華民族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 我們的文化 價值 歷史 背景 以及其他的各方面 共同利益 貿易利益 我們都應該要 要結合起來的 我這個不是講統一 我是講要怎麼樣子 大家要合作 我這個話 也許有人不同意 但是我認為需要從教育 因為喔 教育啊 你要看的書啊 你要把中國的 有的一些 幾千年累積下來的文化跟歷史背景 你都能夠融會關通的話 那這個問題啊 恐怕 就好好講 然後慢慢講 拖了多久不知道 但至少 你們各位年輕的朋友啊 你們 就可以來過你們的這種 非常自 自主 而且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這是我個人喜歡 所以我 我 我一直 不喜歡有意識形態 我 對不起 我對意識形態沒有興趣 而且我 我剛才講 我沒有政治的 所以我這個人就很單純 那希望呢 大家記得 不要 放 丟 拋棄 我們的這個 自己啊 認主歸宗的這個 老思想 這樣就好 謝謝 謝謝蕭副總統的回答 那再請各位在座還有問題的人 可以舉手 好 請 蕭副總統還有林會長 各位前輩 我想在座很多都是外交背景 也有很多經貿背景 也有經濟部的同仁也在做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很多國家他們現在的外交部啊 都是叫外交貿易部 就是把這個 Foreal Affairs跟Trade放在一起 External Affairs跟Trade Affairs International Trade放在一個部 那我們呢 國際貿易署 現在叫國際貿易署 還是在經濟部 但是有您覺得 您自己在外交部待過 又做過經濟部的次長 但是您也超過這個 做過行政院長 做到副總統 您的看法 如果我們 可不可以考慮把 國際貿易署放到外交部 這樣會不會 有不同的一個 格局跟做法 那麼也來應應我們 目前的這個 國際的一個 艱困的挑戰 那事實上 當然我知道 外交部跟經濟部 已經在很多的交流啦 而且 人才也在交流 那個 OTN辦公室有外交部的人 那 事實上外交部也有 國際經濟師 但是 是不是要把整個 國際貿易的這個 放在外交部會議更好呢 對 對不起啊 令務大使 我因為啊 有重聽 我現在 年紀大 所以最大的毛病就是 走路需要拐杖 耳朵需要重聽 所以啊 你的 你的這個 剛剛你的高見啊 我現在要 要請林部長幫我 好 他再做一個 這個 反應一下這樣 就是外交部跟 國際貿易署 是不是可以合併 這將來 我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啊 事實上現在 有好多 這個 國家 你像澳洲 你像這個 像這個 英國 他這個 大概外務大城啊 都是有間商務 貿易 我們國家今天的促進啊 我認為 是需要隨時把經貿 的利益跟外交結合在一起 它既可以作為經貿作為後盾 作為籌碼 作為我們生存的一個條件 所以呢 這樣辦起來的話 就可能 會 比較 比較靈活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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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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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生命線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想說 如果外交部能夠把我送到台塑 或是什麼地方去訓練個一年兩年 讓我知道他們是怎麼推動貿易的 再回到外交部 我想這個一定對工作很有幫助 那我就跟人家聊起這個事情 他說不行啊 他說你去那邊的薪水比外交部多好幾倍 外交部的人都跑光了 其實我覺得外交部的人才跑掉了 是好事情 是我們副總統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麼曾經有年輕的同仁 要離開外交部 到財政部去 他就問一個長官 這個長官說你這麼久不可以走 那時候我已經不在外交部了 那時候我在國安會 他就來問我 我說我贊成你趕快去 我說我們外交部的同仁最缺乏的 就是經貿財政科技各方面的東西 那麼好今天我們外交這麼困難 那麼好今天我們外交這麼困難 很多邦交國斷了 留下來是什麼 實質關係 什麼叫實質關係 實質關係裡面 老實講貿易是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所以如果能夠仿效有些先進國家 叫這個外交貿易部 我是贊成的 我絕對沒有門戶之見 我覺得這個對國家是一件好事 好我們謝謝大使以及肖副總統的回應 那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即將尾聲 那我們要邀請聯院長來為我們代表致贈 感謝禮品 我們有請聯院長 我們請看上前方攝影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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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請對外關係協會會會長林永樂會長 致贈感謝禮品給肖副總統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一次掌聲感謝今天的獎者為我們帶來精采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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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